要开始上的范围叫做温度跟热 先要上的东西是温度跟温标 先要教的东西是什么叫做温度 温度就是物体冷热的程度 比较冷就是温度比较低 比较热就是温度比较高 当然所谓的冷热是人的感受 人的感觉嘛 人的感觉热 人的感觉冷 但是光平人的感觉不好 因为人的感觉不客观 因为人的感觉有限制 不客观 这个小学应该做过这件事情 一只手放热水 一只手放冰水 拿起来放到温水 就一只手觉得冷 一只手觉得不冷 所以冷热到平衡的感觉可能不客观 不一定会有变化 还有有限制 有限制会有危险 烧红跟木炭不能够用冷冷太多热啊 这样你的手就挂了 那是太热的 沸腾的血太热的 还有太冷的 对不起 皮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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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的 下去呢 手拿起来就会直接折断 他就整个完全动作 就直接折断 所以这个也不能练 也没有办法靠人的感觉嘛 所以 虽然冷热说起来是人的感受 但是我们不能够指引人的感受去判断温度的高低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东西来 借助着某一种性质为随温度而改变的 就用这个性质来帮我们去测量温度 比如说体积那我会浇的 比如说电子我都不浇 有的东西呢 温度热 电子就小 温度低呢 电子就大 可以靠电子来高地来判断 或者靠颜色 这个可能有人看过 这种温度计呢 贴在舌头上 因为他们现在就喜欢一些颜色 用到这些数字 就靠着 那个壁经呢 不同的温度 可能用不同颜色来看掉他的温度 所以呢 这种利用某一种性质 来把我设量的 这叫做所谓的温度计 利用某一种性质来帮我去的变化 来帮我测量温度 他的温度计 我们国中教你的 基本上都是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 液体受热的时候体积会膨胀 预冷的时候体积会收缩 用它的热胀冷缩来帮助我们 来判断温度的高低 我们实验室中通常用两种 第一种呢叫做酒精温度计 第二种叫做水银温度计 因为它的沸点的关系 酒精温度计 比较适合测量低温 因为太高温 它的沸点 它是液体的 那水银的沸点比较高 所以它比较能够测量高温 水银巴我们考试考语的时候 我们会说 酒精温度计适合测量低温 水银温度计呢 适合测量高温 好 那都是利用水银跟酒精温的液体 在受热的时候 为热胀冷出的性质 来帮我们做测量 同时 这个里面的管子 会做得又细又长 又细细的 为什么 因为希望它变化大一点 我受热之后 体积会膨胀 那如果我的管子的内积比较小 那么高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 高度跟外面比较多 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为了我观察方便 容易起见 所以我们的管子呢 会做得细细长长的 来做来做实验 那你的温度计 上面呢 就是看它的温度 你说高低低 那我要有个刻度 那叫做所谓的温标 就是所谓的温标 上面的刻度 说这个多少 这个多少 叫做温标 我们习惯上有两种温标 台湾用的叫做所谓的摄氏温标 它把水的凝固点定做0 水的费点定做100 它的单位到温标 所以就是0温标 跟100温标 摄氏温标 摄氏温标 这是国际上 SI的单位 也是我们台湾所用的单位 但是像美国人 他们使用的单位叫做华氏 华氏的凝固点定做32 费点定做212 它叫做吐雷斧 所以32度A 不过212度A 所以我们就有两种温标 一种叫做摄氏温标 一种叫做华氏温标 也因为会有两种温标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停留的温标的换算 几度C等于几度F 几度F是几度C 叫做温标的换算 参考书上面有东西 不要背 背的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考试基本上不考 我们当委会做题目 会有高出几公分的 会有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定这个叫100Y 就是要负100Y的 有个制定的温标 要扛点是这种 这样的温标换算 所以背华氏换算 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要问的是想法 什么想法呢 温标换算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比例相同 我们是同一根水银柱 在那边升升降降 因此呢 他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左边有个比例 右边有个比例 这样的比例会一样大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来 看我们这里来说明 水的凌度点32度F 有个绝对温标到273K 背点的是212度F 绝对温标到只有373K 请问你20度C 相当于华氏几度 请问你等于多少的绝对温标 不错吧 比例相同 来看图 左边是度C 0度C100度C 右边是度F 32跟212 我度C全部有100-0 我占20-0 我占几分之几 右边全部是212-32 我是S-32 这个占全部的几分之几 这两个几分之几会怎样 相同 一样嘛 你做同一根图子嘛 同样什么 所以一样 所以要比例相同 所以怎么劣势 左边 全部100-0 我有S-0 右边全部有212-32 我有S-32 这样比例要如何 相等 几个等号 好了 又是老话一句 理话到时结束 下面叫做数学 OK 左边 120 右边 180-0 X-32 左边 是五分之一 所以 X-30 等于180-5分之一 所以等于X等于36 一向33 32 所以答案叫做 60分 所以呢 20度C等于几度F 68度F 等于68度F OK吗 OK吗 有问题吗 好 不要写的时候再回自己写 好 再来 绝对温标 活动没有交 没有关系 绝对温标 左边 0度C 100度C 右边 273K 373K 373K 好 我有20度C 不知道几K 一样 左边全部 100-0 我有 20-0 占几分之几 右边全部 373-273 我有 Y-273 我占几分之几 最来的几分之几 会怎样 一样 所以列式 左边 我有100-0 全部100-0 我有20-0 100-0分之20-0 右边 全部313-273 我有Y-273 所以 313-23分之 Y-273 这两个比例会一样 相等 好 比划结束 速选 右边 左边 120分之 这样 沉过去 消掉 Y-23-20 Y-293 所以 293K 所以 20度C相当于293K 结束 OK 请问 这样子做计算 有问题吗 不要管他 请问有问题了吗 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好 然后就是让你们来练习 有个水平温度计 B 在 那个 冰水混在0度 0度的时候 刻一个刻度 A 等到沸腾的时候 刻度是B 这两刻度之间呢 相差16公分 那现在如果 比他高4公分的地方 请问他等于几度 好 我暗示你 全部是16公分 我有4公分 那你几度 度怎么样 全部是100嘛 那我有多少 这比例会怎样 一样 比例会一样 所以呢 麻烦你 上来 好 你上来 鞋 31号 9号 哎呦9号 上来 变第4个喔 改成第4个吧 好 稍微小心一点 不限了 不限了 上来 上来啊 鞋里人对了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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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合照 我那个直接没有投影 这太没有 好多数 这两个交据过还是要回席 今天两个人 好 两个交据 对 嗯 嗯 嗯 哇 这就像我那样 我都需要 我需要 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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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 回来坐吧 好模糊啊 你算你还算玩家吗 算玩家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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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讲一次 請聽我說 我再說一次 左邊是杜西 零度點零度 背點100 右邊 是幾公分 從零算起 最高的時候16公分 然後我現在有4公分 然後我不知道幾度 全部 杜西 1 全部100-0 他有X-0 他有X-0 右邊 全部有16公分 16-0 我有4公分 4-0 這兩個比例要怎樣 一樣 左邊會等於右邊 所以 劣勢 左邊 全部100-0 我有X-0 100-0分 X-0 右邊 全部16-0公分 我有4-0公分 就16跟4公分 他告訴我16分跟4公分 然後 右邊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四分之一乘100 答案叫做 25 所以答案25度C 請問有問題了嗎 有問題嗎 沒有 還要問你嗎 沒有 好